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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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在之前的Maker影片中 卡路斯很多次教過大家 如何用激光切割機 來製造一些project 他之前教過大家做過萬向車的集作 車身材料都是用鐳射切割機的切割 但由於鐳射切割機的品種很多 在我以前學校使用的鐳射切割機 現在使用的鐳射切割機 以及在我工廠使用的鐳射切割機 設定、準備圖紙的方法 以及操作的方法 都是不一樣的 今天我就借這個話題 和大家分析一下 鐳射切割機或者鐳射切割機的原理 分別說是否用機器的條件和限制 以及再用我現在擁有的機器 為大家示範一次 一般在設計與科技室 或者STEMP 創下空間條件環境 可以去開設下 最常用都是用瓦卡的膠片 來配合激光切割機來操作 無論是切割形狀 或者在上面挑圖案 效果都是非常之好 當然用它來切割薄的木板 都是可以的 不過就要注意 切割的邊緣很多時候都會消焦 正如我剛才所說 不同牌子的激光機 所用的軟件和操作方法都不同 我自己就習慣用CAD軟件 先畫好圖案 因為標尺寸容易 而畫好之後 最好 export成為DXF 無論用AI或CorelDrop 都可以讀進去 由於現在我用這部激光機 用AI比較方便 於是我就在AI讀入DXF檔案 特別要注意把所有線條都減算了 然後把線條的粗幼改成0.001P 這一點在混合切割和跳黑的操作 是非常之有用的 因為激光機的驅動程式 特別會認住0.001P的粗幼 而去進行切割 至於在我的設計裏面 我有兩條線是要跳黑成為兩條坑 而這兩條坑的粗幼是1mm 於是我就在筆畫裏面輸入1mm 而為了進行切割的時候 機器能夠辨認到這兩條線是進行跳黑 而不是切割 於是我選了RGB的紅色 來辨認這兩條線 即是在顏色欄輸入FF0000 完成之後就可以儲存AI檔案 AI檔案就做好了 接著我們就會過來激光切割機這一邊 在我們工場有很多激光切割機 不過我自己特別喜歡用GCC這一部X252 因為這部機和我以前曾經用過的激光機都不同 它不需要經過第三方的軟件來控制 而簡直可以經過Pinta Driver 將它當成一部普通的打印機來使用 而更加有任而積的功能非常方便 X252是80火的 而GCC除了這個模特兒之外還有很多選擇 任何激光切割機配套方面都有一個用來吹色火的氣泵 要配合一部電腦就是常識 此外還要配合水冷機和一個抽氣的氣泵 而設計好的激光機應該是打開了面蓋之後 是用不到激光的才夠安全 而這部機的挑割面積是620mm 剩餘440mm 啟動電腦之後打開AI軟件 就可以將剛才的圖案載入 剛才我已經說過是當打印機來使用 所以就直接按列印 而入到列印驅動程式 有幾點要注意 第一就是雜貫上去選擇左上角定位 選擇這個按鈕 讓機器不要自動判斷旋轉功件 接著用這個忽略工作區域 這樣工作圖紙上沒有線條的地方 機器就不會浪費時間走一片 之後就可以按設定 然後按繼續 入到這個畫面 看清楚是不是選擇了X252的單機 然後再按喜號設定 由於我們同時進行切割和挑割 所以必須選擇E顏色設定模式 選擇筆的下拉式功能表 就會見到有一系列的顏色 每個顏色之後都有一些參數 而這些參數就正正決定了 我們在圖紙上選擇的每一隻顏色 機器會是怎樣去處理 在這個設計裏面 我只用了黑色和紅色兩隻顏色 黑色就是切割 紅色就是挑割 於是我就要將這兩隻顏色的速度和功率 都做一些調教 在試驗階段 我設定了黑色的速度是1.9 而功率是90 用一個慢的速度和大的功率來切割 至於紅色我就選了速度90 而功率是63 相對來說速度較為快 功率比較低 好 之後選擇進階設定 選擇相對座標 紅光定位 顧名思義就是採用紅色的光點 作為圖紙的左上角定位 然後選擇由內而外排序 即是先切裏面的細孔 然後先切外圍 最後補充一點 機器是默認先做挑割 然後再做切割 所以現在的設定下按列印 它會先挑割紅色線 然後就以黑色線切割裡面的洞 最後才切割外圍 好 現在我們按列印 這個時間看看機器的顯示 發覺圖紙件送去機器了 這個時間我們檢查所有的氣泵 和水冷是不是都開啟了 正式準備開始切割 我們放好膠片 只要手動將激光頭移去任何一個位置 機器就默認這個是左上角 然後我們按Auto Focus 自動對焦 最後按Start 機器就會按照先挑割 然後內洞 最後外圍 這樣的程序來操作 特別要提提 GCC的這一款機 挑割和切割的速度都非常之快 機器操作的時間 我們千萬不要離開機器 才能夠保障整個操作的過程安全進行 完成挑割和切割之後 打開機器取出膠片 撕去貼紙 之後就可以檢測一下 那兩條坑究竟戒得夠不夠深 如果認為過深或者過淺 就可以修改紅色線條的速度和功率 經過今天的視頻 應該大家會對 如何使用激光切割機 去做超黑 以及去做切割 去抗議會更清楚 而更加會對我手上用這部 GCC-X252的石切割機 的技術參數和使用功能 了解清楚了 如果大家還想對這部機器 了解更多 可以透過以下頻道 聯絡牛頓科技有限公司 好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一讚 和分享出去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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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